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还可以这样看文物 这是我们的火锅情深吧 数千年前 已有人为在黄河流域反映生心 半地学士的房子 色彩炫烈的淘气 妙气横生的文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位于三门峡市的庙底沟遗址 一经发现 便吸引了国内外的目光 这件月牙文彩桃罐 是养韶村遗址 第三次考古发掘 出现的一件精美器物 也是唯一的一件完整器物 月牙文饰的出现 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天文崇拜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器物 都是残片 后期修复而成的 在这些历史痕迹中 在这些星辰攀的彩桃碎片里 你可以看到人类前行的足迹 它仿佛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故事 在新建成的庙底沟 养韶文化博物馆内 陈列展出文物近四千件 其中70%以上 是近年养韶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 这里是数字展厅 历史与科技的碰撞 来到这里仿佛穿越回了这个时代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咱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有没有很震撼呢 养韶村遗址呢 一共出土了四千多件的石盘撞器 有的人认为呢 这是狩猎的砍杂器 有的人认为啊 这是制作工具的刮消器 还有的人认为呢 它是制作玉碧玉环的胚体 你是怎么样认为的呢 养韶之光 辉耀华夏 数千年前 养韶文化如第一缕曙光 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漫漫长河 而今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 已汇聚万丈光芒 它将创造更大的辉煌